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连任是否已经成为定局 二十大会不会出事 谁上谁下 目前正在法国访问的北京之春的荣誉总编胡平认为 二十大本身没戏可看 但是习近平在高层树敌众多 他的权力是脆弱的 对于二十大的看点 胡平表示中共一直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 开小会解决大问题 解决问题不开会 开会不解决问题 所以在开二十大这个会之前 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不好不会开会 二十大以后有可能出事 二十大本身一定是最没有看透的 对于习近平是否在二十大当中顺利的连任总书记 胡平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不会开这个大会 而对于中共高层圈内的激斗 胡平说当然这很有道理 习近平得罪了很多人 包括各个方面都得罪了人 怎么没有人反对他呢 他说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怎么搞呢 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要压制同僚 压制他身边的人 所以最不满意习近平的肯定是他身边的人 包括红二代太子党对他都很不满意 而且习近平当权之后一直提放别的太子党 也身居高位 因为他们自然会觉得和习近平一样拥有本钱与习近平平起平坐 所以习近平一定会排斥他们这种人 这就像是斯大林当年把老元帅们通通镇压下去一样 而对于这么多人不满会不会动摇习近平的地位 胡平分析表示 关于习近平的传言和谣言这么多 应该是有很多人对他不满 不要说下层对他不满 上层应该也有很多人对习近平不满 但是他们没有表达的空间 不满的人必须得相互的商量通气 然后才能决定一起做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互相串通的机会 他说实际情况就是中共的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三个人以上的聚会就要向上级汇报 凡是私底下联系的习近平都认为这是非组织活动 习近平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不让这些高级官员们联合起来反对 现在更有一个健康码把他们都看住了 谁去哪儿习近平都知道 胡平表示级别越高查得越远 包括军队也是一样的 在军队没有自己人马的习近平是怎样控制军队的呢 他控制军队将领的方式就是不停的调换 防止他们相互之间的串通 习近平不要求他们真正的忠诚 只要他们不敢造反就够了 胡平表示大军区的司令员 副司令员互相根本不认识或者是不熟悉 有心里话也不敢说 在一起一段时间刚刚有点熟悉了 马上就换人 他说这一点可以从斯大林晚年到毛泽东晚年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们周围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拥护他们的人物 但是他们照样可以做得很稳 就在于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 你不能和别人采取集体的行动 你担心别人会把你给出卖了 所以别人出来反对 你也不敢轻易的表示支持 胡平说习近平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的 他说一个独裁者 他并不需要周围的一大群人真正的支持他 斯大林毛泽东就是榜样 毛泽东时期可以给你安一个反党的罪名把你给打倒 习近平可以以反腐的名义把你打倒 胡平说越是集权体制 越是要把你孤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无法联合起来表达不满 另外他还说中共的领袖是一个比一个弱 毛泽东最强 邓小平次强 江泽民分量就很轻 而胡锦涛更轻 习近平上台之后 江泽民和元老们的力量相互抵消了 造成没有人再能够限制住习近平的局面 而其他的高级官员 他们知道风向变了 以后天下是习家的 赶快向习近平来表忠 所以习近平一夜之间权力就变得非常的大 他说当然习近平也很有运气 正好遇上了薄熙来出世 然后另计划的儿子遭遇车祸 这些中共多少年以来都没有遇到过的离奇偶然的事件 居然都在那个阶段发生了 结果两派的元老的势力大受损伤 没有那两个事件 至少反腐败不可能反到最高层 拿谁开刀呢 胡平表示无从下手 这一下子别人帮他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习近平靠着反腐败打大老虎 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 至于中共的内斗会不会在二十大这个关键时刻爆发出来 胡平说总有一个设想 总以为一个领袖要坐得稳 就得周围的人都支持他 或者是说如果他坐稳了 就证明大家都支持他 如果支持他的人很少 他就一定会坐不稳 但是他表示中共是一种独裁的制度 就是没有什么人支持的情况下 他一样可以坐得很稳 他说斯大林晚年毛泽东晚年就提供了这样的例子 他们两个人的晚年周围的人都不满意他们 但是他们也不需要什么支持 只要其他反对的人相互之间是孤立的 他们就不能够串联起来做什么事情 至于习近平是否会终身执政 胡平表示当然很难 而且难度也很大 习近平稍微不注意或者底下的人做事很鲁莽 没做到很周全不顾死活突然出了个事 这都完全有可能发生 为什么有关习近平的谣言外头很容易相信呢 因为都觉得习近平的权力太脆弱 显然习近平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 他怎么能够长期坐得稳呢 他周围的人也不是傻子 所以他很紧张 到哪去都要戒备森严 就连去香港都不敢过夜 胡平说这毫无疑问 习近平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习近平得罪上层的人得罪太多了 老百姓不满意 知识分子不满意 习近平可以觉得无足轻重 但是他得罪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他怎么还能够永远的坐得稳呢 所以如何控制不出纰漏 就变得非常的要紧 作者断定当初推习近平上台的人 现在都非常的后悔 来自香港媒体明报发表了署名为孙家业的文章 文章表示中共的二十大前的序幕 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在十月九号的时候开幕 并且将在十月十二号的时候闭幕 中共的官方媒体对七中全会的报道极为简短 只有126个字 并没有电视画面的报道 而在上个星期五召开的中纪委的第七次全会 官方的公报也只有182个字 但是有电视画面 会前曾经传言中纪委可能增选三名副书记 以及秘书长组织部长等常委 但是会议公报并没有提及 不过从全会的电视画面来看 相关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该文章表示中共官方的公报表示 中纪委全会由中纪委的常委会来主持 但是从主席台上看 19名常委只有16个人坐在台上 失踪的三名常委是60岁的 中共的政法委的副秘书长白绍康 58岁的由中纪委办公厅主任改任 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的张春生 还有53岁的中纪委组织部长林基 从电视上来看 他们坐在台下看来已经从常委变成了委员 其实不止这三个人 卸任的中纪委副书记和常委职务的 现任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李书磊 中共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陈小江 以及中国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邹嘉怡 还有中国财政部的部长刘坤 以及山西省的省长蓝福安 还有中国最高法院的常务副院长贺荣 等正部级的高官 以及因为展述被免去广州市委书记的 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硕甫 因为同属中纪委的委员都在台下排排坐 反映出中纪委的干部真是能上能下 该文章表示根据官方的公报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纪委的委员129人 中纪委现在的委员有133人 这意味着这一次全会有4人缺席 除了突然离世的原天津市长廖国勋 落马被查的原中国国家粮食储备局的局长张务峰之外 经过认真的辩认 另外两名缺席者都是军人 一名是原武警总部政工部的主任汪丽萍 另外一个是今年3月份卸任驻港部队政委的蔡永忠 61岁的汪丽萍去年6月份的时候 才由中共的陆军副政委调到了武警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今年3月份的时候突然被贬到了宁夏军区任副政委 由副战区的职位降为了正军职 军衔也由中将降为了少将 而现在又缺席了中纪委的会议 看来问题严重 至于蔡永忠离港之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 缺席的原因不明 至于两名列席者有眼尖的中国内地网民发现 在会场第一排第二排最左边座位上 坐着广东省的省委常委兼组织部的部长张福海 还有江苏省的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赵世勇 两个人均非中纪委的委员 显然是两名列席者 而坐在张福海身旁的正式盛传 将与他一同升任中纪委副书记的 原上海市纪委的书记刘学新 还有援助中国公安部的纪检组长孙新阳 而坐在第二排赵世勇身边的是 原浙江纪委书记许罗德 以及援助中国银保监会的纪检组长李新然 还有援助中国最高法院的纪检组长孟洪玉 有中国内地的网民发现 集中坐在前排左侧的这七个人 与台下的其他与会者不同 并没有按照姓氏笔画的顺序来就坐 不知道其中有何奥妙 盛传的消息是第一排的张福海 刘学新孙新阳是副书记的候选人 其中张福海可能兼任秘书长 第二排的四个人都是常委的候选人 其中李新然或兼任副秘书长和办公厅的主任 赵世勇则兼任组织部长是否属实 二十大上就会揭晓 好再来看一下马斯克台湾特居论遭两岸骂惨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刑事风格跳脱的世界首富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又因为语出惊人引来了台海两岸的关注 而且还引爆了一场舆论的风暴 根据总部设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在上个星期五 也就是10月7号的时候刊发的专访 马斯克表示围绕台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特斯拉将会卷入其中 他表示苹果也将深陷困境 而全球经济估计也要受挫30% 为了防止这场冲突 他大胆的提议 他说他建议让台湾设立一个 对他相对有吸引力的特别行政区 这或许不会令所有人都满意 事实上他觉得这是可能的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比香港更为宽松的安排 这一建议立刻让人联想到了 北京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一国两制的方案 自然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这番话招来了台湾各界的强烈抗议和反对 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态度似乎也不那么热情 文章表示专访刊出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8号 台湾大陆委员会的副主委邱垂正就回应彭博社的询问时明确的表态 称台湾不会接受马斯克提出的基于投资利益 将民主国家转变为特别行政区的建议 邱垂正强调台湾在区域民主政治和全球科技经济扮演关键的角色 并非商业交易的产品 他也不忘在马斯克熟悉的领域递了一个台阶 指出台湾在晶片以及技术供应链具有优势 且长期与特斯拉合作 他表示台湾欢迎马斯克和其他的全球商业领袖 访问台湾的时候 亲眼见证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创新 另外台湾民进党的发言人黄采琳的回应则更为的强硬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黄采琳在10月8号的时候受访时表示 台海紧张完全是因为中国大陆方面 想要片面的改变台海的现状 他并指出马斯克的提议不思谴责中共的不当作为 而是以牺牲台湾来迎合侵略者的威胁 黄采琳还表示 马斯克的说法对台湾而言是伤害了民主 对台湾人民而言更是无法接受的 而民进党的立委赵天林则提出 如果马斯克的论述不改 台湾跟自由民主国家的消费者 都应该无限期的抵制特斯拉 同样是民进党立委的王定宇更是仿照了 马斯克的发言反讥讽道 诚挚的建议马斯克的电动车品牌 可以并在中国比亚迪下面 绝对能让马斯克和他的电动车 拥有较为宽松的自治管理权 文章表示马斯克作为一个聪明的商人 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应该就想到了台湾会对此不满 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 这让台湾人恼火的发言 在中国大陆似乎也没有讨到什么好处 路测社的记者在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10月8号的 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提问说 特斯拉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 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就指出 针对台海紧张的局势 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是中国在台湾设立特别行政区 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 回应时就开门见山的重申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暗指马斯克的言论干涉了中国内政 他随后补充表示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 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 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 当天的报道确称 毛宁在回应记者针对马斯克 有关两岸局势的不当言论的提问时 做出了上述的回应 报道更是打上了马斯克 妄议中国台湾问题 外交部回应的标题 并且得到了包括中国新闻网 环球网 澎湃新闻等多家中国官方媒体的转发 毛宁的回应再加上媒体报道的措辞 似乎是在告诫马斯克少管闲事 不过以这个标题呈现的新闻 目前已经无法打开 其他相关的报道也删去了不当言论的措辞 中国大陆的态度是什么时候发生转变的呢 报道表示在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10月8号的那场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之后不久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当地时间星期六 也就是10月8号的下午在推特当中发文 说感谢马斯克对两岸和平的呼吁 以及对建立台湾特区的建议 秦刚转发了马斯克的专访 并且连发了三条推文 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 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途径 另外他还写道 在保证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前提之下 统一之后的台湾将作为特别行政区 享有高度自治 并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台湾人民的权益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两岸将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而随后在星期天 也就是10月9号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毛宁被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记者问道 对此事有没有进一步的评论时 他没有在强调这个问题是中国内政 而是呼应秦刚的发言 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并且指出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 实行高度自治 24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什么 让北京的态度有所转变 外界不得而知 但是马斯克提出台湾特区 是为了迎合中国大陆官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马斯克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又或者是从商人的角度来考虑呢 他是否在为此前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技术 惹恼了北京为自己寻找回旋的空间呢 文章表示在同一专访当中 马斯克透露 北京已经明确的表示不赞成 他最近在乌克兰推出星链通信系统 以帮助乌克兰军队应对俄罗斯切断互联网 另外他还表示 北京寻求他不会在中国出售星链的保证 作为一名看重中国大陆市场的商人 马斯克很清楚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只可惜他这一次的讨好可能没有落到恰当的点上 报道说这一次台湾问题 并非马斯克第一次参与政治话题 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就在同一周 马斯克在他粉丝过亿的推特账号上 针对俄欧战争提出了建议 这包括由联合国负责监督莫斯科 在四个乌克兰占领区重新举行入俄公投 承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 保证向克里米亚供水 以及给予乌克兰一个中立地位 他还让推特用户已赞成 或反对对他的这项和平计划进行投票 而反对票和舆论的声讨也都接踵而至 热衷参与时事讨论的中共的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 也在俄欧问题上批评了马斯克 称他过于相信言论自由 将为此背上一课 不过他却不计前嫌为马斯克的涉台发言来点赞 胡锡进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便对马斯克的专访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并且在星期天的时候再一次重申 他认为马斯克的台湾特区的提议 很有意思必须点赞 他还说马斯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面对来自台湾当局和美国政治精英的压力 希望他能够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 另外相比之下 网民可没有那么客气 感到被冒犯的台湾网民 不少人赞同抵制特斯拉 认为马斯克是自由民主世界的公敌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也有台湾网民表示 马斯克就是一个现实的商人 他关心的应该是特斯拉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还表示他对自由以及民主的理解太幼稚了 另一边中国大陆的网民也不买账 有网民直言 一个造车的卖好你的车就行了 管得还挺宽的 中国大陆的网民还调侃表示 中国外交部的意思就是说得很好 下次别说了 另外报道表示 金融时报该篇专访的作者鲁拉哈拉夫 对马斯克这番发言的评价相当的准确 他说要么是意识到了商业决策 不能不考虑安全和地缘政治 要么是傲慢的认为自己拥有所有的答案 才导致马斯克要对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 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报道表示 无论是认为中国大陆在以商逼政 还是认为马斯克在以政招商 政治和商业无法完全独立存在都是事实 马斯克以自己的商业利益为出发点 提出建议 结果离外不讨好 这也更进一步证实了紧张复杂的台海关系 中美关系对三方的商业活动和经济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不知道马斯克这一次又因为言论自由 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没有感到被上了一刻呢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